国际情报员,财经部部长翁本莫尼洛指出,随着建筑业不断蓬勃增长, 初步预测新的一年,柬埔寨经济增长率将达7.3%左右。 10日,翁本莫尼洛部长出席公共工程部工作总结闭幕仪式时提到, 过去20年,柬埔寨保持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,并实现了7左右的年均增长率。 翁本莫尼洛部长补充,2015年,柬埔寨走出低收入国家行列,地位成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。 并于2016年,被誉为亚洲经济新湖,翁本莫尼洛部长表示, 据初步预测新的一年,柬埔寨经济增长率将达至7.3%。 此增长率,主要是来自建筑业的稳固发展,加上超出了纺织业的预计, 旅游业的复苏,批发和零售业的高增长,电信和运输业的良好增长, 翁本莫尼洛部长强调。 基于此良好成绩,政府更有信心把国家经济在2030年, 建升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,和205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。 另外,公共工程与运输部部长孙战托也披露。 该部2019年工作目标,将智力实现政府推出的战略, 全力促进与增强公共工程服务。